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 有些朋友还不知道 唐大叔呢 现在从原来的白石克莱斯勒 到了兰里克莱斯勒 也就是加拿大最大的克莱斯勒4S店 之前我也提过了 这个店和之前不一样的 一个当然就是说 库存各种 这个库存量比以前要大很多 所以接触的车 或者最新的车 就多了很多 另外的话 现在的我们车店里面 4S店里有自己店内的改装部 所以最近唐大叔也在潜水 然后也在研究 虽然花了点时间 但也只是一些皮毛的东西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 做改装车的这种介绍和视频 那抓住唐大叔眼球的是这一台 这一台是什么呢 刚刚过来的时候 可能看到了 3500 就是皮卡里面最大的一台 而且这台车 嘿嘿嘿 等以后就知道了 首先大家 我可没蹲在地上 给你们看一下 我可没有蹲在地上 唐大叔是站在这里的 怎么说也是唐糖 这个七十男儿 一米七几的个子 也不是盖 但是怎么觉得怪怪的 坐围这里就已经到了 唐大叔快肩膀这里了 确实是这么高 今天唐大叔介绍这台 RAM皮卡 3500 公羊皮卡 倒气皮卡 是加了整整八寸的身高的一个套装 所以这台车相当高 那怎么上去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Running Board 这个踏板 踏板好玩的地方 跟唐大叔给你们示范一下 唐大叔讲这么高的 肯定要踏板 踏板呢 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 帮你把门关起来之后 它自己收起来 所以有人知道 这个F150 或者福特的车 太慢了 已经打开 但大家可能听到声音了 是有这种自动收的套 这个踏板在比较高端的车里面 但是呢 公羊皮卡是没有的 所以这台车呢 就加了这个自动踏板 现在我们看就已经没有了 像我们隔壁也有一台改装车 给大家看一下 平时这种是另外一种风格 这个踏板一直都在的 这是一看就公羊头的风格 大大的厚厚的 首先呢 在咱们面前这台车 它是去年底就改好了 所以是15年的款 但是呢 1516也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区别 大家从前年 有些人比较熟悉1500的 或者唐大叔以前介绍就知道 这是个Lerome级别 但是呢 其他再仔细看 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是改过了 包括这个小的雾灯改过了 包括这个轮子改过了 还有刚刚唐大叔说的 加高了8寸 而且不是普通的加高 而是一个就是说8inch 8寸4link 这种的加高这个套装 下面呢 还抓了Fox 大家知道很多吉普 骂人也用的这个品牌 那这种减震啊 增固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 当然以唐大叔现在的这种功力 我也只能从外观上跟大家扯扯 让大家过过眼影 真正专业的东西 等唐大叔约边学一边 懂了以后会跟大家说更多 现在唐大叔呢 已经坐到车里面了 刚刚地方比较窄 我准备移动一下 第一次开这么高的这种改装的3500 3500我倒开过 那刚刚大叔做了点小抄 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3500 那这台车搭载的是6.7的柴油引擎V8的 然后呢 马力是385的马力 但这不是重点 相对比较 如果我们知道1500 EcoDiesel 3.0是240的马力 所以这台车是V8 385的马力 也很厉害 但重点是在于它的拖力 它的拖力呢 达到了865的拖力 相对于420的这个150上面 等于说双倍了 但是重点不只是数字上 像1500最多可能拖个9000 1万 如果是这个 这就不细讲了 反正就是有最高最高 但是一般来讲就89000这样子 那这台车最多呢 可以拖到3万左右吧 那也就是说翻了三倍 虽然数字上是差两倍 当然这里面很复杂的东西 咱们也不用细讲 只是知道 假如像有一种情况 我们一般去 有些人有房车了 开始房车也分很多种 我只说最大最大那种房车 像个小Bus一样 或者有点像大巴一样那种 这个车都可以拖的 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之前有一次 就是我们曾经卖过一个二手的Motorhome 大家我如果找到放个照片 大家就知道那种像大巴一样的房子 住在里面的Motor 就是Home这种车 然后我们送货的时候 也是有个同事 他有这个台车 用这台车载过去 不是载过去 拖过去 这台车是Leromy 当然就已经配置很高了 跟大家顺便讲讲内饰好了 8.4寸的这个Uconnect的荧幕 导航 导航雷达 这些东西都有 然后呢 用的这个是个手 手字两 两个就是一体的这种 还是有点老美国式的这种 这种换挡的 然后有这种Remote Start 就是要是放在这就可以了 也可以Remote Entry 直接进来就行了 然后里面的内饰 大家可以看到 用了木头 所有都是很Soft Touch 这种有一些皮质的内饰 那还有的话 大家如果要真的外面看不出来 里面还会写Leromy 大家就知道 这是公羊头皮卡 上面的三档里面 其中一个 在往上面 当然还有Longhorn Unlimited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到了这一级别 大家就知道 是公羊皮卡里面 所谓公羊皮卡本身定位 现在就是叫豪华皮卡 像我们最好讲豪华小轿车 豪华汽车 刚刚那是唐大叔小超 完蛋了 被大家知道我有小超 然后说到哪了 这个豪华小轿车 豪华SUV 现在克莱斯推出是豪华皮卡的概念 当然音响也很重要了 用的是奥牌的音响 也是一个美国车的 很主流的音响 再来这个车也有天窗 全部都皮椅 然后前面鼻子是可以加热和变冷的 后面是可以加热的 现在唐大叔把车子退出来一点 那这样子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挂 这块板 自动收起来了 现在呢我们站在外面了 可以看看整个车子 真是看上去一台很像一台monster truck一样 非常的给力和这种让人震撼的一台车 8寸加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避震的组合的一个套装 前面也是 这个轮子呢 应该是一个38寸轮毂 然后 不是38寸轮毂 38寸轮胎 这个轮毂 嗯 目测应该是在 18 19寸吧 我现在完蛋了 这个比例看不出多大 不专业了啊 大家不要笑 我估计20寸吧 或者19寸 啊 因为这个车实在是 这也是 这也是改装过的轮毂 轮圈 哇天呐 站在这个车前面真是 让人有点不由自主的 不由自主的会慌啊 会心虚 现在他转过来给大家一个这种 对比的感觉 这是我 人的高度啊 我可没有蹲下 这个标志就已经在我肩膀差不多 对对对看上去真的 天呐 好 很震撼的感觉 但我还记得另外一个题外话最后讲的 就是原来我有个同事 嗯 他个头很矮 在外观来讲 他一米五几 应该是非常挫的了 用我们难听脸的说法 但是他开了这个 他就开这个车 啊 我刚刚举例子说的时候 那个 把那个motorhome拖回去的 也是这个同事开自己车拖的 然后呢 我就觉得他开了这个车以后 特别每天上下班 或者路上看到的时候 他就会特别有自信 啊 真的开了这个车 自信就会回到身边 那 另外的话 这台车是2015年的一台车 我们去年改了 所以 这台车当时 应该要14万 或者14万 15万左右吧 因为丢了 这台新车嘛 350 大家知道蓝若米的话 大概9万左右 9万10万这样子 所以当时砸了很多钱 在这个车上面 那因为现在16年了嘛 我们也有其他的 想要改装的项目 想要做 所以这台车 如果大家 有朋友 或者自己感兴趣的话 嗯 可以找汤大叔 这台车是我卖的 而不是非卖品 嗯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叔会给你个好的 这个价格 你就可以 感觉一下 3500 而且加高之后 这种超级monster truck 开起来的感觉 嗯 另外这个轮胎的话 我也瞄了一眼 这类型轮胎看上去 很像是越野轮胎 但实际上 呃 我的体会就是 因为开过这个木马人类似的 像这样子相对还是平的 所以 在公路开起来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加高以后 这种开起来体验又不一样 但是又但是 这台车不是简单的 这个加个四 呃这个八寸而已 它是用一个我刚才说了 Four Link 也就是说这四个之间 还是有点类似像原厂的皮卡一样 它互相之间有这种支持 下的大家可以看到一点那种架子 所以它四个之间 还是只有整体感 那这样开起来的感觉 啊 还是比较相对来讲舒适一点 哎 说到这个不然大叔开一点点 给大家感觉感觉 说说 哎 说干就干 哦 希望唐大叔不会后悔这么干吧 真是有点慌啊 这个车是真是 嗯 可以说就是说 正常驾照可以开的车里面 最大的车了 所以 再大的话就变成那种 变形金刚的那种车 啊 要需要特殊拍照才能看 所以开这么大的车 3500我倒不怕 像这种 但是开这么大车 还真是第一次 还是有点蛮慌的 但是也很兴奋 很好玩 哎 Let's go 本来呢唐大叔想带大家出去溜一圈感觉感觉 但是刚刚 呃 退的过程发现正好有车进来 因为今天也算蛮忙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 现在是晚上快七点 六点六点半多 所以把我给堵住了 那算了 那今天就就算了 今天忙的话 看看明后天呃 或者后面找到时间以后我们开到路上去爽一爽 嗯 应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这里说一说唐大叔对皮卡的一些感觉吧 皮卡这种车呢 那现在自从是克莱斯勒这个发明了所谓豪华皮卡这个级别之后呢 现在第一你会发现 呃 几大 几大美国公司和其他做皮卡公司全都是开始在把他们的皮卡啊 特别是高的就是一些高配的这些里面做得非常的漂亮啊 啊 刚刚大叔简单的给大家看了一下 其实和之前介绍1500的那些车的内饰 其实是类似的 同一级别 莱若米应该都差不多 黑色的内饰 有莱若米的标志 有RAN的标志 有一些金属的东西 如果是Longhorn也会跟那个一样西部牛仔风格的 或者Limited 就会有那些东西 呃 但是整体来讲 像今天我开这台就已经是 比一般的SUV还要豪华和舒适 呃 功能性上面 当然皮卡现在越来越多被家庭使用 第一的话 大家很喜欢这种酷的感觉 第二在国外 大家都开的是大车 呃 你小车可能以前来觉得呃 安全性 不管怎么平分 你会觉得蛮安全 但是用用简单的用这种逻辑去想也是 如果你随便你什么车 如果和这些大车碰在一起 你肯定要吃亏的嘛 所以皮卡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更好 特别是高一点的皮卡 高一点的皮卡 肯定是 嗯 更安全吧 其实我不想过多提这个 但之前有 有 我一个客户也是遇到了 呃 一个意外的时候 还好他开的是皮卡 车比较高 呃 那个 别人车装在下面 所以大家 呃 虽然有一点小小的这种 惊吓 小伤吧 但是至少呃 人都没有太大的事情 所以 呃 这也是一点吧 另外的话 唐大叔以前介绍过 这个 呃 我们现在很多人家里面会弄东西在国外生活 呃 花园要弄 这个房子很多东西我们自己动手 呃 所以就会发现一般的SUV就算是full size那种 大SUV你你东西有时候放不下 连包装在东西放不下 呃 或者是怕刮 或者是有味道 有一些弄花园 像 唐大叔的妈妈 这个 父亲母亲都喜欢弄一些花园 像一些肥料啊 一些其他东西又脏又又有味道 都没法弄 所以最后 呃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用皮卡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现在皮卡 特别是这个克莱斯勒吧 因为他一开始定位就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他的避震各方面呃 完全也是有点像SUV的感觉 所以唐大叔讲过几个蛮好玩的东西嘛 就是呃 有一天 这个 有人开一台车呃 大家都在开小车的时候 后来有一天呐 有个人开了这个坦克 他觉得呃 坦克又高又大看起来好舒服 但是轮子各方面内饰实在太差了 我们怎么弄一弄 于是呢SUV就出现了 呃 SUV开一开呢 觉得太小 后来大家 就在想 这个如果 诶 这个卡车又高又大 更高更大 看上去更爽 如果把它做的SUV一样舒适 那不是很爽吗 于是呢 皮卡这种高级皮卡又出现了 后来呢 开皮卡的人呢 这个开着开着又看到了这个吉普木马人说 诶 哇 如果皮卡这么舒服 像SUV一样 像小车一样的油耗 SUV一样的舒适 皮卡一样的多功能 如果又像吉普木马人一样越野 那该多好啊 于是呢 Rebel就出现了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Rebel的介绍呢 之前唐大叔介绍过 如果记得的话会放个链接在旁边 所以当然我刚才 呃 就像半开玩笑这样讲的 我觉得确实蛮有意思的 车这个东西 一方面是 这个 满足大家的使用需求啊 或者对 这种 这种时尚的需求啊 心理的需求包括 呃 一方面呢 他又在创造需求 呃 包括唐大叔也观察到有一些 现在新的一些创业的东西 不知道会不会有 像吉普可能会做皮卡 吉普皮卡 或者是 好像新型的escalade的那些车 有小抖的那种 所以大家也在创造需求 所以回到 最早最早发明车的时候 那句话来做我们今天的结尾吧 就是 如果当时没有发明汽车 你问大家要什么 他们肯定有说 跑得更快的马 但是看到有车以后 用了车以后才知道 哦这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如果这台皮卡 有人真的喜欢的话 唐大叔是可以出卖的 出卖 出卖了你吗 3500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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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戏太烂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嗯 好久没做视频了 没有做自己熟悉的 而是 做了一个我最近感兴趣的 也顺便跟大家聊一聊天吧 今天视频肯定做的并不专业 但我觉得肯定做的蛮过瘾的 我自己倒是蛮过瘾的 嗯 很好玩 接下来唐大叔呢 会多做一些视频 啊 慢慢多 很多新产品陆续的 应该快开始出现了吧 再过几个月 啊 因为我们这边电大有时候会拿一些新的产品 就会最早拿到 嘿嘿 这里有一点点线索了 我下一个要做的视频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应该近期就会推出了 好 先聊到这了 大家下回再见 我是白石木蛮人唐大叔 拜拜